我們來看到現在墾丁龍盤公園已經刮起了強風喔 人是想站都站不穩 而且遊客呢拍照這個頭髮都不受控制 現場情況如何 連線給記者蕭雅馨 好主播各位觀眾 持續帶你來關心到的是 屏東恆春半島目前的天氣狀況 記者現在是在墾丁的龍盤公園這邊 您可以看到目前這邊的風勢是相當的強勁 會吹到整個人幾乎都是站不穩 那不過呢 因為由於這邊其實雨勢已經有稍緩 天氣有暫微穩定了 所以其實還是有相當多的遊客 來到這邊拍照打卡跟賞風景 帶你來聽一下稍早遊客的訪問 台中 哪裡 台中 台中什麼時候要下來的 昨天 昨天 今天就要回去了嗎 他還是有還在注意玩 你們覺得這裡風怎麼樣 剛剛站得住嗎 還可以 大家都這麼胖啊 但是風吹 頭髮吹成這樣會不會覺得上鏡頭有點 不好看 好那其實可以聽到 遊客這邊都是表示說 這次的台風對於恆春半島這邊 其實並沒有造成太大的威脅 也因此呢 他們有些是從北部 甚至是從中部 下來南部這邊遊玩著照場 照著他們的行程來走 只是說今天整個恆春半島風力 其實都還是會蠻強勁的 氣象專就說了今天最大震風 有可能達到9級 甚至是有機會來到10到11級 因此也提醒觀眾朋友如果要出門 是避免到沿海地區 因為沿海地區是有可能出現長浪 也要特別留意自身的安全 那以上就現場為你掌握的最新情形 把時間鏡頭交還給棚內主播 我是吳怡璇 想要跟我一起看新聞嗎 現在就打開華視的YouTube頻道 按下訂閱 還要開啟小鈴鐺喔